美國太平洋沿岸西北部數百萬美國人 正生活在極端的高溫之下 伴隨著席卷這些地區的野火煙霧 使情形更加的嚴峻 在華盛頓州的斯波坎 週六的氣溫飆升至華氏104度 接近這個地區歷史最高溫度 居民們來到河邊 在灼熱中尋求片刻的清涼喘息 我們在賣了價錢 我們可以買這些濾溫水 賣了20個 我們去到普通貨店 買了幾個濾溫水 讓它很簡單的 冷的三、四小時滾溫 很高的水冷水 真是很高興 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和塞勒姆市 以及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 都在6月下旬 創下了華氏110度以上的新溫度紀錄 因為這個地區夏季 比通常氣候溫涼 許多居民沒有空調 數百人因高溫死亡 除了炙熱 全美最大的山火也蔓延到了這裡 新唐人記者徐哲 陳海月綜合報導